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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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可惜 我後面失誤的人太多了 第四個遊戲 我比你機秀的 我還結束 這個邊境人 第四個遊戲 轉機可惜 慢慢吧 可惜啊 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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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選 我超原本還輸嗎 Treat 她很差的東西 戰...擦爛 哥哥 可以打 users 焙了沒 xD 他笑了沒 暴躍 ין 他 acceso沒 我已經可以進去 我留到車了 踩到車了 我走 他沒進去 他沒進去 大概20幾秒 其實現在還沒有 認真的 不完全沒有 一方趙雲踩獅也是殺小 他是殺小杯 對 一直殺小杯 我就是手上 看你女的 他就是回敲一個很變態 喔靠 沒有說你在看屁啊 這明明就是針對擊 其實我蠻痛的 有有有有有 他反正正常 不知道 我有你嗎 想怎樣 玩家 一個裝五個 一個裝五個 安靜安靜 有有有有有有 我覺得還不錯了 欸 下面可以啊 打他打他 打人打人 打人打人打人 我沒有輸入住欸 欸 你們有人把目標訊息打開嗎 都會開嗎 因為我在下制裁的時候 他會卡住 死了死了死了 那個 欸 莫拉去中喔 欸 我可以到我可以到 他趕快去卡 這樣我們就有商務移路線了 OK 就不用太緊張 這個人 沒用 欸 他沒用 欸 他沒用 欸 他沒用 他沒用 他連跳都沒用 可以嗎 可以嗎 不行 不行 拉斯 走吧 位置很深欸 他可以秀 啊 到底了 為什麼啊 哇 要下課 哇 要下課 去他一下 哇 下課 我要下課 我要下課 謝謝 為什麼5比20 好 要下課 好的 說一聲 好的說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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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聲 這個這個是比賽喔 這個這是比賽喔 對這是比賽 對這是比賽 好的 我以為這是團練耶 好杯 這是 第一棒 團練是說阿翔 我一直以為今天是團練明天是比賽 就愛最美阿 就跟我的小流一樣 乾開 壓制血量 壓制血量 血脈壓制 你可以拍他什麼 他死了他死了 我還有制裁喔 他死了他死了 他死了他死了 是我要出手了 我要出手了 嘿嘿 誰出手誰 關鍵咧 看我一下喔 我覺得是理一下 我又沒有帶 我又沒有帶 還沒打咏 他還沒打倒耶 我原手 不能死 eli 可能是洪鬚 打燒 可以 我可能連一個物件都不用吃了 打到沒魔了 那你們很尊重對手 我已經盡力局了 有人被射到了 要吃兵嗎 我解析好 運動 那你給我個解析 我給我給我 沒有我在後面 要衝進去囉 誰叫你們聲音那麼像 對不起 衝了啦衝了啦衝了啦 新三爆啊 不要不要不要 哥哥 你還在幹嘛啦 不來 出越坦心越安 海牛他們贏 海牛他們打誰 海牛他們打落主 八分鐘就結束 火方竟有英雄 敵方選擇 大小 我要玩粒粒安啦 靠北你 可以塔刷嗎 3打1 3打1 海牛身之靠勝 好 我蠻久的 那時候你們沒狀態 他很痛苦 皮皮殘 皮皮半 包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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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中路喔中路喔中路 中路要停喔中路 中路要停喔中路 有人快死 去 都慘了都慘了 我來了我來了 我有大 我有大 一個在上 可以啊可以啊 他們一個 我吸就行 我吸就行 那我吸有那個 不是路的吸 沒錯 我被插成白癡了 我要去吸 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好不好 直接隨便亂開了 有了 空溝 炸彈炸彈了 沒錢 喔幹 好啊 隨便 直接開槽 他膠彈 一波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一波 有波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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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扣大一下 上了 好再想想 幹 沒波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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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這好像剛一波 沒事沒事 可以可以可以 結束了結束了 靠腰 哈哈 哈哈 接下來這把就是眾所期待的16強賽啦 對面可以說是業餘最強的一組了吧 中路是HKA的CC 凱撒路是海牛 邊線跟打野是白尼哥跟力挺 之前也上過我的三打五影片 最後輔助白雲一樣是常駐永恆的玩家 至於這場為什麼沒有minechain呢 是因為我那時候覺得我們這場可能不會贏 所以我就直接用手機螢幕錄影而已 不過最後沒想到竟然贏了這把比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場發生什麼事情了吧 前期這波Panda的古木抓到CC一個走位的失誤 我跟打野Miko直接一套傷害灌下來 這邊我觸發趴傷不停的再點普攻 這邊敵方支援過來了 我再趴傷一個 然後繼續的點普攻 然後這波我們所有人的狀態跟位置都很好 古木也用二技能拍到了很多人 所以在前期這波3比0開局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賺 因為佛洛倫打夜叉是有優勢的 所以我們想要嘗試趁夜叉還沒起來之前把它貫穿 但是這波因為我自己扣了凝霜 導致變成1換1其實蠻虧的 遊戲時間將近10分鐘 可以看到我們已經被壓到了高地 雖然人頭數沒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純銀運我們是真的打不過 不過我們還是盡量抓住對面每個失誤 把遊戲時間往後拖 上路這波隊友打起來趕快去支援 這裡看到洛一的法陣放在我們家高地前面 怎麼忽然有個洛一傳下來呢 這邊算是洛一的一個失誤吧 那我們就抓到洛一的失誤 帶掉了洛一的人頭 這波對面死了兩個人 我們沒死人 所以對面算是斷了一波很重要的節奏 我們也靠著這波優勢 拿了對方中路的兩座防禦塔 遊戲到了14分鐘接近15分鐘 這裡隊友來了個超長發揮 洛一集結了4個人在上路要抓我們兩個人 結果沒想到Miko竟然帶走對方打野的人頭 然後這波我們還沒死人喔 所以凱薩局我們有超大的優勢 因為對方少了一個人 我們這裡是直接摳要吃凱薩了 結果沒想到對方是直接放棄了跟我們爭奪凱薩 想要一波結束比賽 這裡我很猶豫到底要留下來吃凱薩還是幫隊友 但我想說打穩一點還是回去幫忙守家 因為二手三還是劣勢 其實這邊我們只要成功守住就很賺了 因為對面的薩尼想要留人 反而是被我們家特爾跟古墓給擊殺了 而且大家這波可以看小地圖我們的兵線超級好 所以夜叉只要不回家守 這把我們應該就可以穩穩的拿下來 最後兵線進塔確實若伊一個人守不住 所以我們就拿下了這場勝利 晉級到了八強賽 今天先跟各位預告八強賽的比賽非常精彩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民主播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